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个档案开始 它的一个工作表 它的一个工作表的一个命名方式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位学长他刚刚说了 我想一定都是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我改参数就好 对不对 至少这就是今天你们的一个最大收获 就把那个01改成10201 是不是 对吧 但是我会希望说 你在进一步的学会以下我所教的这件事情 你应该想办法 我想要去找所有这些工作表的第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找第一个工作表 从第一个工作表开始一路一直做 做这12个月 那所以 你你不知道城市怎么写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城市怎么写 没关系 Google大神知道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 这个写城市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困难 而且你绝对不是第一个会提问 问这种问题的 所以我就搜寻 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然后我就输入Excel VBA 第一个工作表 Enter 然后 然后 当然 可能你不太喜欢看这些的一个叫做说明文件 像例如说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 这边如何在Excel中快速跳转到第一个最后一个或特定工作表 那我就觉得这好像蛮符合我需要的 所以他这边他就讲说 如果你要跳转到第一个工作表 这一行你们认不认识 应该 应该你们等一下都可以自己去改 就把那个2撇01 2撇改成1就好了 原来这就是第一张 对不对 那我们顺便学一下最后一张好不好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学多一点 学多一点 就是最后一张就是 说工作表 工作表 这边是不是所有的工作表 点COUMP 那就是计算出来的数字 假设你有三张工作表 那就是算出来这边就会变成三 对不对 原来这就是最后一张 有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其实 因为你已经会Excel 再加上我今天所教的 你 你不是不应该会觉得很困难 这样了解 而且是别人已经帮你写好 你就照打就好了 可以吗 这就是最后一张工作表的一个写法 好 那指定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了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不去看了 我们这边先关掉 所以去修改开发人员 因为我现在就要做101 给你看开发人员 然后聚集 针对他编辑 然后请把这个 这个2.01 2.01 2.01 改成1 对不对 我要跳到第一张 所以这边请改写 这个叫做 这是第11 就是跳到第一张工作表 可以吗 甚至你这边还可以刮骨 原来里面放 它就是最后一张 它就是最后一张 可以吗 这是最后一张 好 然后储存 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你现在主要目的是在执行 右边那一堆的档案 然后所以 所以我们执行别的档案 聚集 在这边点储存 关闭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 聚集 执行